故事要从一位知名推特博主讲起 他也是名演员 今天就带大家盘一盘 特朗普参与过的影视作品 不会超纲太多 截稿前 IMDB数据中 特朗普一共参与影视作品837部 两次艾美奖提名 1989年 特朗普在《作鬼野风流》中 首次出演男配角 喜提金酸梅最差男配角奖 可惜与最差新人奖师之交臂 并非建国不努力 奈何对手太强大 是教父三中教父女儿的扮演者 这么说吧 素材强女装上去演 有信心把她比下去 此后特朗普魔力30载 终于仰仗华士119和《亡命国度》的精彩表现 成功拿下金酸梅最差男主角奖 从配角到主角 特朗普不忘初心 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 纽约走在加州前面三个小时 但加州没有变慢 奥巴马55岁退任总统 而有人70岁才当选 特朗普最出名的节目 莫过于综艺飞黄腾达 一档职场吃鸡游戏 特朗普会在各个有志青年中 选拔出一位人精 成为他的徒弟 为其工作 综艺首播剧报 特朗普的口头禅 成为一代金剧 而且他竞选时 还不忘消费自己和别人 这是特朗普说给假媒体的真心话 以防假新闻成真视频 并随着DT in the House后 他还在让这句话发光发热 凭借对电视节目的特殊贡献 2007年 好莱坞奖励特朗普一颗特朗普之心 好在11年后 他再次凭借自己的特殊贡献 好莱坞将特朗普之心永久移除 毕竟没有人比特朗普更懂得努力 飞黄腾达连拍14季 这离不开特朗普特抗普的坚守 15季时 也就是2017年 特朗普去另一个地方飞黄腾达 梦想导师换成了施瓦辛格 收视率从此萎靡不振 特朗普的职场选秀不是突发奇想 他早年沉迷选美 三任妻子均为模特 同时是九届环球小姐 五届美国小姐的幕后制片人 特朗普本人还携妻子 在电影《超级名模》中客串了一把 因为这是本斯蒂勒 初次自编自导自演电影 所以有很多明星客串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该片是一个暗杀的故事 或许观众应该更熟悉第二部 只因卷幅这该死的甜美 建议把保护打在空瓶上 第二部剧情一个符号就能概括 这演的是你嘛啥呀 能坚持五秒钟不关 你就是真男人 现在就去证明自己吧 特朗普还是摔跤爱好者 他最喜欢WWE 执意过来就是真男人就该干男人 这里面演的成分居多 网上流传特朗普的叹为观止 就是出自这里 特朗普还参与过很多综艺 甚至登上过吐槽大会 你没有听错 Dark不必惊讶 每个脱口秀都需要为建国 他那时还没过着偶像派的日子 别人说什么67小时就忘了 特朗普露脸的电影 大部分是本名本色客串出演 他就演自己 因为让特朗普客串一个角色 就能够在他名下的地产取景 所以大部分剧组都逃不过真相定律 特朗普知道戏早晚要来 所以就拖就硬拖 把剧组拖到他擅长的领域 再用丰富的经验去客串 等待不能解决问题 除非一直等待 所以明天和特朗普 你不知道谁先来 特朗普最知名的客串 是电影小鬼当家2 当时票房大卖 主要讲述了小鬼当家 跟亲戚走散后 同歹徒斗智斗勇的故事 影片中 当家不认识录 随便找个人问 恰好撞到当时广场饭店的主人 特朗普 不得不承认 真的没人比他更了解这里 小鬼当家前后拍了五部 后续的三寸五 不是麦考利演的 就没那味儿了 逐渐扑该 其次特朗普还在美剧 《欲望都市》中有过客串 这部剧早有耳闻 美剂的评价都不错 他直击在北上广打工的 男男女女间的脆弱情欲 人生总有赢家 感情也是 正如一句老话 God is a girl 上天不公 人生赢家特朗普 还是位画家 这是纽约天际线 这是他画的纽约天际线 你也许想说 就这 那是你不懂艺术 这幅画拍出三万美刀 艺术家的事 能算骗吗 特朗普走出半生 归来仍是网眼少年 他每天发推治国 但有一点值得肯定 那就是 这个账号 一定由特朗普本人在运营 他每天爆肝更新 就是在贯彻特朗普现象 意在警醒世界 这就是人生 你们这些小可爱 都是来人间凑数的 这番话并不无道理 只要你看了 特朗普的魔镜广告 你就知道 他多有缘 蛋黄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这领先几个时代的理解 一切都是他玩胜的东西 到现在为止 其实还没有讲到 特朗普的主要作品 因为大部分是纪录片 翻译都还很灵性 孔川正 川普是怎样练成的 等等 看到这标题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有一说一 虽然特朗普不是第一个拍电影的总统 但确实没人比他更懂演戏 因为特朗普还是名作家 所以他不去竞选奥斯卡可惜了 好莱坞欠特朗普一座小金人 毕竟他演的 那是USA 见证据 见证据